欸你們不是越大越好嗎 越難掌握越好嗎 不然我先幫你按摩 姿勢很重要 姿勢很重要 不是那個姿勢 嘿大家好我是阿卡 哈囉大家好我是Ruthy 今天呢好不容易約到我老婆一起拍片喔 因為今天來跟大家開箱分享的東西 其實也算是非常聆聽女性聲音的啦 喔所以今天的東西是我喜歡的嗎 欸...符合你的手大小所用的 那就跟大家開箱以及分享 Logitech邏輯他們所推出的 人體工學滑鼠LIFT 還有人體工學鍵盤 我們使用一段時間下來的心得啦 因為前生我們結婚之後呢 我就叫他把工作吃掉喔 因為我需要他幫我處理一些工作上的雜事啦 因為呢以前我是教小朋友的老師 其實整天要對著螢幕敲鍵盤 的時間其實很少 然後你那時候手應該也都是握筆 也不會握滑鼠握這麼久 或是握筆子 沒有啦我... 現在還要啟罰 確定這張給你 沒有沒有沒有當然不行啊 那再加上本身就是 是一個很稱職的家庭主婦 所以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搞這樣下來我真的是腰酸背痛 不然我先幫你按摩吧 直到前陣怎麼換了 Logitech邏輯的這個滑鼠 我的一些腰酸背痛的問題才有改善 那以前呢我是使用蘋果的鍵盤 再加上Logitech邏輯他們自家的 MX Max 23滑鼠來一起做剪片喔 好那我真的要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結婚之後我就是20小時工作 都跟他在一起 他就是整天坐在電腦前面 所以呢就整個姿勢很重要 姿勢很重要 不是那個姿勢 所以呢我必須客觀老師講啦 前陣子換到Logitech他們的LIFT 還有ERGO K860 這兩項產品呢 我算是非常喜歡早起剪片喔 因為這兩項產品操作起來的舒適感 真的不是那種傳統滑鼠鍵盤可以比你的 我們先講K860好了 他有著一個弧形分離式的設計 讓你可以減少25%的手腕動作 再加上這個超級舒服的手托啊 對比他排的鍵盤 你需要把手騰空起來 這個ERGO K860呢 可以提升54%的手腕省力程度喔 而這個手托呢 他是三層的設計 完完全全幫你分散壓力 還有放鬆你的手腕喔 好再來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第一次收到這個Logitech LIFT 你有沒有覺得他形狀長得非常的奇怪 非常奇怪 他這到底要怎麼握啊 但是你有沒有覺得說 你手握一陣子就知道 為什麼他要這樣子設計 對就其實在使用一陣子之後 就是很非常的舒服 就把它放上去了 所以這邊分幾個優點跟大家分享啦 第一個優點呢 就是他真的超級的舒服喔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有關注過Logitech 羅技他們推出產品的人呢 你就會知道他們有另外一款 人體工學的垂直滑鼠叫做MX Vertical 而這次的LIFT呢 我們可以簡單想像一下 就是稍微變小一點的版本啦 因為我跟我老婆 我們兩個人的手呢 都不算是太大啦 所以這LIFT來講呢 算是比較符合我們手腕的大小 像我自己也有一顆MX Vertical 我就覺得好像有一點太大了 不太能夠一手掌握 欸你們不是越大越好嗎 越難掌握越好嗎 那這次Logitech他們所推出的LIFT呢 算是有調查過大家的手掌喔 基本上就算是你的手啊 有稍微大一點點的人 你握到這個LIFT算是也蠻舒服的 因為它就算是涵蓋掉MX Vertical那個中間值 你握到MX Vertical那算是有點太小喔 但是你握到這個LIFT呢 稍微大一點其實還算是一手掌握 還算是蠻好握的啦 你平常手一伸出去 你的手掌大概是怎麼放的 這樣子啊 這樣子啊 這樣子嘛 這樣子啊 喔 這樣子嘛 對啊 所以你看我們在握一般滑鼠的時候啊 我們的手都會變成是這個樣子 其實就不是那麼符合人體工學 所以但是你換到現在人體工學 它就是正常我們手伸出去就是長這個樣子 我們虎口一握上的這個滑鼠呢 就是我們正常手往前伸的樣子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這顆Logitech的LIFT 存在的原因喔 因為它跟之前所推出的Vertical 算是一樣57度角的傾斜設計啦 而且是有經過美國人體工學協會啊 還有德國AGR 被體健康協會認證過的 這是一個最適合人體工學的角度喔 來幫你減輕整個工作的疲勞 而且跟大家講一件很神奇的事啊 我原本就是握MX Max 3 這種傳統類型的平行滑鼠 剛換到LIFT這種垂直滑鼠的時候呢 算是有那麼一點不習慣啦 但是隨著我握這個滑鼠一段時間呢 我再回頭去握這個MX Max 3啊 反而會覺得說 欸怎麼好像手部肌肉要多動一下的感覺 所以呢怕我整隻手太過疲勞喔 我就馬上又換回LIFT使用了 欸我也是這樣子欸 但是呢我不得不說 我其實是為了這個可愛的粉色去換它的 什麼工作很累啊 累的就算了 不知道就給你處理吧 所以這裡就要再提LIFT的第二個優點 就是整顆滑鼠呢 它是富有設計質感的 除了黑白粉三色以外 它這滑鼠這裡呢 是ZEN Design的設計 讓你整隻手放上去的時候呢 基本上就是一手掌握了完美姿勢啊 抓起來真的是非常自然喔 不過雖然我是男生啊 其實我算是蠻喜歡這個粉紅色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前一陣子 家裡買一台廚師機 我也買粉紅色的原因 但說把這客觀來講啊 如果你本身的手呢 真的算是蠻大的 遠遠超過一般人正常的大小喔 那你可能還是會比較室友Logitech 他們的MS Vertical 因為就要找到一顆 完美符合你手掌大小的滑鼠呢 才不會覺得不舒服喔 而且呢最令我驚訝的一點啊 就是它的點擊聲算是非常非常的安靜 這點你有沒有覺得很喜歡 可是我比較喜歡那種 卡卡卡卡的聲音 不是 因為常常我在工作的時候 你已經在睡覺了 如果我還是使用那種卡卡卡卡的聲音 是不是會把你抄起來 反正你應該也睡得很熟 你也沒差啦 但是我必須說 它點起來是非常有那種 滿足的感覺 就是有反饋感 就是會想點它 再來第三個優點呢 屬於比較偏規格面的啦 雖然列子對比之前的Vertical還有MX Master 3 它是需要更換電池的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小麻煩 但是其實一顆電池可以用個兩年 我覺得算是非常夠用啦 真的需要更換你就馬上更換就好了 不然其實以這種充電滑鼠 有時候你的滑鼠忘記充電 也要重新接上線 其實也不一定比較輕鬆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一點 不會是一個決定性的一點 而Logitech Ligt最高是4000dpi 並且在使用上 配對上都非常的簡單 不管你是要使用單純藍牙連線 或是使用Logitech 自家的Logibot都非常方便 最多可以讓你直接配對到三個設備 一鍵就可以流暢的切換 那Lieft跟MX Vertical跟Master 3 都是一樣可以自訂四個按鍵的 只要你本身跟我一樣 都是有剪片需求 你要拖時間軸 那你選到Logitech 它們的滑鼠絕對都是沒有錯的 我習慣是在Logic Option裡面 把其中一顆的按鍵變成平移 這樣我在Final Card裡面拖時間軸 就算非常方便啦 而且我換到這個Lieft之後 我覺得我整體剪片的效率是有提升的 不只是因為它更加的省力好拖 而且我整隻手也比較不容易疲勞 一整天的剪片下來 我都算是非常開心 而且又有效率 我剛研究了一下 為什麼它中間這邊有一個 一個像柱子的東西 你有看到嗎? 有啊 就是你在滑的時候 它是這樣滑嘛 它中間這個點就是你的阻力 讓你比較省力 可以自設住你的手 對那如果你是這樣的話 你就是必須要你整個綁臂的部分去這樣滑 那其實對你這邊是有一些壓力的 所以總之在講呢 這次用到Logic Taccom的Lieft 還有Ergo K860 以及他們K380整套的滑鼠鍵盤 我們都覺得算是蠻開心的一件事情啦 因為我本身呢 每天都是長期坐在電腦前面辦公剪片 只要你是整天坐著跟我一樣在工作的人 你要維持一個良好的姿勢呢 就是從這裡開始 不然其實我們認真來講 我們坐著這樣子算是不符合人體工學的工作姿勢 久而久之呢 都會有額外的腰痠背痛 造成你整個手臂啊 腰都不舒服 你需要你老婆幫你按摩哦 雖然一開始在使用這兩個產品的時候啊 有那麼一點的不習慣 那原因呢 就是因為我使用錯誤的產品 保持我錯誤的姿勢一段時間嘛 需要一陣子來矯正回來啦 這也是為什麼我使用到Liefts一段時間之後呢 我回頭去拿傳統的滑鼠 會覺得不太省力 有點疲勞哦 所以呢 如果你跟我一樣 每天至少做個4到6個小時辦公啊 我會大大的建議你 絕對要來好好體驗Logitech他們Lieft 這個全新的垂直人體工學的滑鼠 因為就像我老婆剛才講到的 你在拖洞上面呢 都會有一個支撐啊 更加的省力 更加有效率 再加上也更解放你身體的疲勞哦 所以呢 為了讓你的酸痛out Logitech有一個力挺上班族的活動 4月26日開跑哦 最高可以現省1000元啊 所以在現在這麼多優惠的情況下 我會覺得不要放棄這個機會 就趕快去入手一顆 不管是好好佈置一下你的工作環境啊 好好解放你的手臂疲勞 我覺得都是非常適合的一個產品啦 OK 那相關連結 我們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留言處 有興趣的人呢 再出去看看吧 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記去訂閱阿康 打開小鈴鐺 才能收到未來更多開箱的 靈性消息影片的上面通知囉 那我們就 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